希望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救台湾 一起来防卫台湾 所以基本上它这个要 在国际上面发的声音就是说 台湾情势危机 随时可能会打起来 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 军事手段的压力 非常非常的击破 这是对外的 对内的话就不一定了 如果继续再往下走的话 对民进党的执政 对台独运动是极为不利 所以它对内它是什么 就轻描淡写 避重就轻 然后呢 没事没事 就是过了都没事 你不要以为这个政府 现在还是很上轨道的 这个政府现在 赖清德的政府 是一人一把 各催各的掉 它是控制不住 现在大陆事实上的话 政策很清楚 基本上就是把对台湾的这个 对台湾的压力就慢慢集中到赖清德身上 就集中到少数台独 顽固台独分子身上 一个一个把你点出来 所有的动作都是针对这少数人 那这个压力你就会觉得不一样 你今天南非会完全不顾及你 那就是因为你在它里面没有分量 或者它对你 你也没把它当一回事 你将来奥地利今天对台湾 也将来说 对不起 你的代表处给我搬到 我也那一万 我也不意外 蔡英文今天很庆幸 她今天下台以后 她还有机会跑到欧洲去 那今天我让蔡英文出去跑一圈 说实话 就是给你赖清德 一个示范 今天我让蔡英文出去跑一圈 对我觉得这个赖清德这个 就两岸情势 那么他是对外是一套说法 对内是一套说法 对外的话就是把情势讲得很严峻 压力很大 随时会可能会开战 那当然了 这个余大雷只讲了一半 余大雷说 台湾人民准备战斗嘛 是不是 那可是呢 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们到时候要来救我 我现在很危险 它背后的意涵是这个 我们待会提到最近 这个Financial Times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标题下面的副标题 才是重点 副标题就是说 希望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救台湾 一起来防卫台湾 所以基本上他这个要在国际上面发的声音就是说 台湾情势危机啊 随时可能会打起来 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啊 军事手段的压力啊 非常非常的急迫 这是对外的 对内的话就不一定了 对内的话你比如说这次这个联合力竞2024B 那进入了这个什么叫什么反应区还是什么区 那叫什么区啊 我又又听到了一个 就是然后你巴士问他反应区多大 他都不讲 对不对 然后呢又来一个 就给你一个简单的数字 里面真正那个这一次2024 这个联合力竞B 它的那个重点 有什么武器跟台湾距离多近 全部都保持模糊 可是问题他们对外国的这些驻台机构人员 就河盘托出 而且还讲得更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看出来他们这个赖清德 基本上对内跟对外的这个 说法跟文宣的这个调子是不同的 可见 可见 就是说大陆对台湾这些军事压力来讲的话 民进党是很怕对台湾的民心产生影响的 所以他刻意是把它淡化的来处理 因为我觉得大陆这些 这些演习 事实上这些年来 从这个裴洛西开始 一次一次 对台湾一般基层人民的心理 已经造成极大极大的影响 对如果继续再往下走的话 对民进党的执政 对台独运动 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他对内他是怎么样 就轻描淡写 避重就轻 然后呢 没事没事 就是过了都没事 股票市场的话 没错 股票市场还涨 谁知道他后面加码加了多少 对 可是对外他又遮掩不住 内心的焦虑 就希望到时候靠自己怎么行呢 一定要靠怎么样 靠美国 靠日本 靠这些看得懂英文的 看讲英文的国家 然后呢 就把这个事情讲得极为严重 还有还发了两颗飞弹 那为什么对内从来没听说过呢 然后又说都进了24海里 那对内的时候就都不提 所以我觉得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我根本怀疑罗文嘉这句话 赖清德知不知道 他搞不好就随心所讲的吧 一看记者都在围在他面前 好久没这么受重视了 一时兴奋 头脑冲血 什么梅花露也来了 二六共识也来了 看到二六阵地就 就二六共识 很多话看人讲 我觉得以罗文嘉跟这个 他现在扮演的角色 跟他现在跟这个赖清德的关系的话 他的话根本就不值得一评 对 他根本就是一个边缘性的人物 那去领一份薪水 他以为真的让他玩两岸关系 轮不到他的 对 你看那个他什么时候参加过 赖清德的重要幕僚会议 一年见不到一次面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什么 送梅花露 露都还没买了 就在那边讲 对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民进党这种 这种政党的属性 对 他现在是 这个好 掌握一大堆官位 这是 这些薪水都是 二三十万一个月的薪水啊 漂亮的办公室 那他从政治选举的考量 安插一些人 这是陈水扁的这些旧将 那他在整个决策过程里面 边缘再边缘了 就跟 就跟我觉得啦 就跟余大蕾一样 哎 非常边缘的 他们在自己的位置揣摩啊 或者有一点自己的自由新政啊 就发言了 嗯 不要以为这个政府 现在还是很上轨道的啊 这个政府现在 赖清德的政府 是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吊 他是控制不住的 控制不住的 下面人各有 各有 各有今天拿到位置的 他的背景 嗯 所以罗文嘉才会在 这个地方突然提出一个 二六共识 对 我就说记者围着他 他突然 脑袋充血了 嗯 哎 他他这个角色 出来喊话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嗯 对不对 你的 你的 那个赖清德 马英九 说 你不要乱讲 新两国论啊 你的新两国论 他们才讲完 嗯 就要送 就要送梅花路 嗯 人家是你精神错乱啊 你这个政府上下啊 不同调啊 嗯 对 我觉得就是说 呃 你身上就是把 对台湾的这个哈 对台湾的压力 就慢慢集中到赖清德身上 嗯 就集中到少数台独 顽固台独分子身上 一个一个把你点出来 所有的动作都是针对这少数人 嗯 那这个压力你就会觉得不一样 嗯 那 那而且大陆的政策很清楚嘛 你 画红线 你不要去 你不要好 这个以美谋读 你不要好 散播台独言论 啊 你的位置不适合这样做 你如果好 这都是红线 那你踩一次 我就演一次 就军演一次 所以呢 2024 第一次的联合利剑 就是想了半天 不要每次取个名字 嗯 就用A好了 嗯 今年2024 先A 再B 所以大家已经猜 C是哪一次啊 嗯 那我说不用猜啊 就看赖清德想要大陆军演 你就出来再讲几次什么 祖国论啊 中华什么不是祖国啊 然后再把中华民国的名字说 台湾也可以叫这个国家的名字 你再讲几次试试看 嗯 对 那 这一次 已经让你要演戏了 嗯 你赖清德不已经演戏了吗 对外说的那么 那么那么那么惨 对内说没事 这个都 已经露出破绽 嗯 我觉得 两岸不应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嗯 你逞口舌之快 你在那边啊 把自己啊 从一个一个好台独工作者 你要把 解释成你现在这个好 你现在 做中华民国这个位置的合法性 在那边乱转乱解释 注意到两岸关系 嗯 两岸关系最主要就是定位 嗯 九二共识就是定海神针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就不会有军演 嗯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不同呢 我问你马英九的八年 两岸关系看起来 两岸是和平之海 你今天你又不放 你又不搞台独 你搞中华民国搞独立 你得到什么 你还是台独 还是像像这个什么 那个那个台独的理论大师 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你说灵着水 灵着水吗 灵着水 他就说荒谬 我一月睡不了觉 嗯 就说你在玩什么东西啊 你也没搞成台独 嗯 你把两岸关系搞得 大家兵凶站委了 嗯 对 你还是坐你这个位置啊 你也没升一官啊 你的头衔也没改成 台湾共和国啊 到底在玩什么嘛 嗯 就不晓得他在玩什么 对 我觉得基本上啊 这个中国大陆对我们外交上 跟我们在海外竞争啊 那是行之有连啊 几十年都是这样啊 可是有的是会发生 有的是不会发生 嗯 你不能都说都是中国大陆 嗯 我经手过很多案子啊 是 我跟你讲事在人为 嗯 某些地方 我们这个时候啊 有些大使非常能干 他在面临这个住在国的政府 转换的时候啊 原来的领导人下台 新的领导人下台 那个一个好的大使 他可以把邦交维持下去 嗯 他在知道什么时候 他应该用什么筹码 这个就是考验 嗯 所以呢 我认为主观的能力还是 主 主观上 我们的能力非常重要 嗯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讲 于大蕾好了 好 我是不想提他 因为于大蕾也是我的朋友 他也是蛮 是个好人 好人 好人 他前一阵子 就被 当你形容一个人是好人的时候 国内不晓什么回事 突然爆出料说 他花了几十万 买了一双床 对 然后说他怎么样 疑神气死 嗯 就一查 内部的 内部的斗争 嗯 这在我们过去 不太会发生的 是 也就是说你今天一个组织的文化 从你最上面的领导人出问题啊 才会一个派驻在海外这么重要的官员 突然国内爆出他很多的这些料 这只有内部才知道的 嗯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体系里面的混乱 嗯 那个领导之无方 士气好找不到方向 吴邦交国我们关系可以做得非常的好 南非的时候跟我们断交的时候 我们所有馆产通通是给我们的 嗯 你知道我们在南非的代表官邸 有多大吗 那是杨希坤买的啊 那个跟总理官邸都差不多大 那里面开开一个party 光餐厅可以做200人 嗯 我们全部保下来 嗯 全部都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看你 有邦交文化这个形式 可是你跟这个国家的政要之间 重要的政治利益 这个团体之间 你关系好不好 还有你国内会不会乱搞 你国内乱搞最伤的时候 吴钊燮的时候给立陶宛 给了他拿了12亿美金 全世界都知道 嗯 你那时候什么这个金建会的一群人 跑到这个欧洲去 然后现在还有2亿给那个台山公司去经营 你这种玩法 过去从来没有这种玩法 你这样一玩邦交国就 巴拉圭就给你要10亿 嗯 别的那些无邦交国来说 哎奇怪我跟你无邦交 怎么拿不到你12亿啊 嗯 外交部还出来否认 我们没有给 没有给这个哈 立陶宛12亿美金 可是问题你为了立陶宛关系 你是用政府的行政院开发基金 编列了一些基金 就是12亿美金 嗯 对 那问题就变 你以为这些驻台的各国的代表不知道吗 嗯 都抱回去啦 说台湾现在很混乱啊 对 你只要给他一点压力 他那边或者是美国人事情 他就就有12亿美金啊 嗯 哪个国家不想要 然后那人家说 那你为什么给他不给我 因为我是乖乖牌嘛 嗯 所以这些就变成就是说 外交的当局的 做法造成自己困境 也露出自己的 让人家对你的不满 嗯 所以呢 另外一方面 你外交人士也搞得一塌糊涂 嗯 你今天啊 哇 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交响乐的团的团 哈哈哈哈 出去做大使 然后你那个驻美的这个副代表 也被从哪里冒出来了 嗯 批批啪啪就去做副代表 嗯 那个很重要的位置啊 外交部以前做副代表的 哪个不是身心百战 以前的外交官都是非常的资深 而且非常专业的 大家身心百战啊 你要看你的资力摆出来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 是 这个这个我一定要 这个我一定要支持介大使 对 我一定要支持介大使 因为这个交响乐团的团长 放去奥地利当大使啊 你是看不起奥地利啊 我多少 我真的好多以前外交部的老同仁啊 那种跟我传讯不是生气哦 是难过啊 嗯 就说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最难过是奥地利 奥地利有人说 哎呦你们台湾这样看我啊 你把我当什么啊 我跟你讲这个你要派一个代表 叫当地国他要审核的啊 嗯 人家像日本的话 你要派一个驻日本的大使啊 日本外务省说 这个人威望不足 嗯 你看不起我是吧 嗯 你换一个人 你今天你想派一个人到美国去 美国国务院也要看 嗯 这是哪一颗冲啊 嗯 你派他来干嘛 嗯 你觉得这个关系 可以这样子糟蹋的话 那就不要派了 嗯 所以现在就是乱七八糟 然后呢 你看看那个林佳龙还要反制 嗯 你反制有什么意义 嗯哼 反制没有意义嘛 嗯哼 然后你连非邦交国都搞成这样 你就可以知道 从蔡英文开始这个外交是搞成什么样子 你好好一个外交团队 哦 你不不用是才是所的人 嗯 乱抓一群人去这边烂鱼充树 嗯 然后呢 不错的人 你内部又怎么样 又要斗争他 余大雷就被斗争了 对不对 说他去买个 谁知道他买 买张床 20万30万 嗯 对不对 那哪里来的消息 你内部斗争 你派系斗争 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以前的外交官体系 会有这么多的斗争吗 没有这种事情的 以前我们是纪律严明的 文化非常优良的 一个组织文化非常优良的 我们今天 他做我长官 我绝对福气 他有那个能力 他有那个精力 随便抓一个人 放到你头上 嗯 哇 那个副代表 在这个基层干了那么久 嗯 他突然来一个交响乐团团长 来坐他上面 发号司令 你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一把冷汗吗 嗯 他懂什么啊 嗯 那问题他就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就会有很多事情出来 我们跟南非的关系说起来是非常好的 嗯 我们在南非 我们过去派出来 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同仁 跟当地的政府虽然没有邦交 交情非常好 那这些外交就是讲的就是关系 你今天南非会完全不顾及你 那就是因为你在他里面没有分量 或者他对你 你也没把他当一回事 你将来奥地利今天对台湾 也将来说对不起 你的代表处给我搬到我也那以外 我也不意外 嗯 人家说你根本就跟我玩 你根本跟我开玩笑 嗯 你派来一个搞音乐的 哎 这个全世界没有这样玩 嗯哼 那今天谁要负责 林佳龙要负责啊 对 林佳龙他还说 林佳龙还下令说要严宁反制的措施 不排除也要求南非驻台北的办事处 搬出中华民国的首都台北 人家就回人家就回国了 还跟你跑到跑到哪里去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啊 就说你你这种负责对外关系 你不要只想到国内这些啊 大家搞不太清楚状况的一般民众啊 在民众面前演戏 嗯 要好好检讨一下啦 你的人事 你的政策 通通出自外行之手 嗯 通通怎么样 荒腔走板 嗯 真的是 我们的外交外交文外交部 是从总理事务各国衙门出来的 嗯 清朝的档案都在我们管理的 好好的外交部清清楚楚 嗯 我们办完一个案件就归档案 都是历史文件 嗯 现在还有这种传统啊 嗯 懂都不懂啊 嗯 嗯 这些人懂都不懂 然后哎呀突然又冒一个 哎呀今年两件事 蒙古 嗯 我饭店有鼠疫 你们那个国庆酒会 以前都可以办 现在不给你办 嗯 哦你很简单啊 你就说 中共打牙 我跟你讲 两岸过去斗争的时候 那个在外交战场的斗争 比现在激烈多了 嗯 能够守得住的 能够打肾障的 看人 嗯 看你这个组织 嗯 你现在这个成平时候 你这些人又既不能打仗 你那个组织做的决策 又荒腔走板 你就自己出问题 然后出了问题以后就说 中共打牙 嗯 我跟你讲 我一点就不相信 中共打牙会造成这些问题 嗯 我们在进入外交部 第一 第一 第一年就在跟中国大陆 就在就在进行 这个全方面的竞争跟斗争啊 嗯 所以街大使怎么看 就是说 这会不会是南非或者是蒙古 是第一张的骨牌 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会持续打下去 我们的外交可能处境 比以前来讲 是严峻再加上严峻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会严峻啊 外交只是一个面向而已 是 经济也会越来越严峻啊 我们539项 这个早收清单线 已经拿掉180项 嗯 可是民进党政府 跟他们的同路人一直说 我们 对我们没影响 嗯 那没影响就继续干啊 嗯 对内都说是没有影响 他都没有影响啊 他说我们现在60% 到大陆60% 都是电子产品 我们台湾产品好 对不起啊 大陆电子产品 它是政府集中采购的 嗯 你不要忘记 我们一年赚到1800亿啊 嗯 你少800亿美金试试看 嗯 还在那边嘴硬 嗯 不想办法去谋求问题 我跟你讲 大陆对台湾的所有作为 经贸作为 为什么 蔡英文政府嘴巴讲的去告 不敢告 没有一个违反WTO的规定 是 第一个很多禁调的是什么 农产品 农产品防疫减疫 这叫SPS 那个啊 没有人能够到WTO去打 没有人能够去WTO打证啊 你这个防疫检疫 各国可以照自己的规定 嗯 我今天我这个药就是不准你有残余 我就是为了我人民的安全 嗯 另外一方面 把早收清单 这是双边协定 跟WTO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陆愿意给你539项 零关税的这些啊 这些产品项目 是大陆单方面给台湾的一种 是一个让利 他也可以收回去啊 这不是让利啊 那我们也给了300多项啊 所以当时 那你那你那你也可以说 大陆我也取消嘛 嗯 你看效果是什么 是 你现在效果 说实话 你去问工会有没有效果 嗯 今天很简单 上一次的时候 是拿掉了哈 非常多项的机械产品 机械产品 我们在机械厂商的话 本来从台湾出货 他现在就从大陆出货 嗯 剩下来是什么 是没有错 这个公司继续营运 可是台湾的厂一关以后 300个员工就没有工作了 嗯 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那一个 一个所谓哈 哎呀 什么意思是 是什么 这个 情政 清廉 爱乡土的 300个工作机会 在他眼睛里面 好像不到 不值一提啊 嗯 这都他惹出来的 嗯 马英九是争取到 539项免收 这个好 免 零关税了 这一群人 赖清德这群人 是把那539项 通通把他败掉 我觉得赖清德 搞不清楚状况 嗯 他以为我宣誓 对美国效忠 美国就对他好 嗯 不是宣不宣誓 对美国效忠的问题啊 嗯 国内不准移美 哇塞 全世界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他位置的人 不准自己的老百姓 说怀疑另外一个外国 嗯 他自己就应该要移美了 对 他一切要以台湾的利益为主 怎么一切以美国的利益为主啊 这个就是一个他的 我认为他的认知有问题 他想的太简单了 哦 我叫大家不能移美 美国就会对我很好 拥抱我 两回事 那个想要去拥抱美国的全世界人 多得不得了 菲律宾人想成为美国一周的 还一缸一缸子人的 嗯 对不对 台湾也有这种人啊 哎呀不台湾变成美国第51周 嗯 有用吗 美国人考量是什么 你今天坐这个位置 你不要给我意外 嗯 你不要给我带来麻烦 嗯 可是问题就变成美国对他的认知 就说 这个人搞不太清楚状况 对不对 有一发言把我也拖进去了 然后呢 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没人知道 对不对 然后呢 暴冲性格 这些叫什么 这叫自走炮 哇 问题不在他态度 问题他这个做事的风格 人家看他的做事 人家现在在干嘛 人家现在在调教他 上一次让你520的时候 你讲了一些话 这次10月10号 你看他整个眼睛盯着那个读稿机 一个字都不敢讲 嗯 他真的正在正在怎么样 正在不断的怎么样 驯服 嗯 可是这个驯服 要美国人 美国人接受 还有很大一段路 蔡英文今天很庆幸 他今天下台以后 他还有机会跑到欧洲去 你不要忘记陈水扁还没下台的时候 他在那个欧洲的那个秘密账户 已经东窗事发了 嗯 今天你坐这个位置 随时可以跟你算 美国随时工具箱里多的是工具 来怎么样 来跟那个给你在你这个嘴巴里 装一个弦一样 刚刚一踢把帮骑在你身上 要你往左转往右转 美国多的是工具 嗯 你今天是这个位置的话 你就不要像陈水扁一样 给我带来意外 嗯 你不要突然一天宣布说 四部一没有 啊 这个一没有我要把它 废除 嗯 这个一没有什么 他在他在他对美国人做承诺 我任内不会有 没有废除国统纲领的问题 所以呢 他第二任选上马上就说 我要废除一没有 嗯 因为没事嘛 嗯 就种下他四年以后 还没下台 就准备坐牢的这个命运 嗯 所以蔡英文是比较聪明一点 他看到陈水扁的例子 嗯 所以呢 他有这个认知 可是呢 赖清德 现在美国正在管束当中 所以呢 会给他很多小鞋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10月10号 已经乖了一点 对 照本宣科 是 可 可是呢 因为美国这么容易就信任嘛 嗯 不容易的 对 他还有很多部分 那今天我让蔡英文出去跑一圈 说实话 嗯 就是给你赖清德 一个哈 一个示范 嗯 你看看你要像蔡英文一样 嗯 现在啊 卸下来这些好事情 第一个 没有东窗事发 嗯 第二个没有人找他算账 还让他怎么样 出去怎么样 游览两圈 嗯 先到欧洲去 哦 欧洲去完以后 看不错的 再到我美国来 演给谁看 演给 赖清德看 演给赖清德看 哦 这就是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 嗯 一贯的作风 嗯 你不要以为他们是对好 敌人很 敌人下手很重 对于朋友的看管 他认为自己阵营的看管 更严厉 会一个能够掌握住 情势的国家 或者一个公司的负责人 他对内部的控制 都是比他对外部 还要更严的 嗯 这一点啊 就需要 赖清德需要用他的 他要用时间啊 用很多场合啊 他才会获取一些经验 嗯 我只是在这边预言 嗯 他要获得美国人的认可 哦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光源 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 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